哈嘍大家好我是達爾 今天這部影片簡單來聊一下 彈射世界即將要復刻的大型副本 光彩摩天樓 那這一次的復刻會直接開放 他的前篇跟後篇 所以這一次我們在開放之處 就可以直接拿到所有的 武器以及活動的神角 泰姆 那出資以外 這次也追加了一個新的武器 暗屬性的拳套 可以通過打通活動的 boss 或者轉蛋箱來獲得這個武器 那我先簡單帶大家看一下 這次活動推出的這些角色跟武器 的一些技能介紹 那這隻暗屬性的四星神角 泰姆他可以作為暗屬性的技傷隊長 他主要的技能能夠打出一個 比較多combo數的技能 而且還能夠賦予隊伍暗屬性的角色 技能傷害的加成 被動效果也能夠進一步提供 隊伍一些攻擊力以及技能傷害上面的加成 在技傷隊裡面是一個非常好用的掛件 如果本身隊伍不齊全的話 也可以自己暫時先做隊長 來打通各個關卡 至於這次復刻跟新推出的 激霸武器也都還算是有用的武器 我們一樣簡單看一下這激霸武器的效果吧 四星的PHL光劍 是光屬性的武器 他可以給fever中的光屬性角色加直擊傷害 對我們的光fever隊伍而言 是一個能夠提升傷害的一把好武器 禮子脈衝炮則是光pf 或者光隊一個比較通用的武器 能夠給自身提供攻擊力 而且也可以提供一點pf傷害的加成 最後的247則是暗背水 或者技傷隊都非常好用的一把武器 能夠提供暗屬性角色 大量的技能傷害加成 三把武器任何一把還沒有打滿的 都建議你在這次復刻活動裡面 把他們給弄滿 最後這次新推出的五星暗屬性武器 杖斃破壞者 技能效果是每擊刀五個敵人 可以使暗屬性的角色 提升4%的攻擊力最多加到40% 雖然加成幅度可能不多 而且可能還需要關卡有一定的敵人數量 才可以給你吃到這個加成 但是這把武器算是暗隊一個比較通用的武器了 因為他可以給輔助穿 而且他不像暗屬性超級的武器 需要綁定6隻暗屬性的 這個是任何一個暗隊 在找不到放什麼武器的時候 可能都可以考慮攜帶的一個武器 好啦那接著我們就來聊這次 光彩魔天龍復刻的時候 可能可以考慮組的一些隊伍哦 那這個魔天龍的副本有分前篇跟後篇 然後他的遊歷屬性是光 那主要要挑戰的難度就是後篇的boss 他的特點就是他的體積比較大 所以假如說你用光彈 沒有帶鎖頭亂射一發 可能都可以打中 目前比較主流的隊伍就是光氣槍 光PF或者用光F的隊伍來打 那可能會打比較快的隊伍是光PF的隊伍 不過我們還是簡單聊一下所有的隊伍 首先這一次的聖女劍PF盤應該會是 這次打魔天龍可以速刷最快的一個隊伍 如果大家都可以用這個隊伍 進到鈴鐺的話 一場大概10秒鐘就可以結束了 那如果你沒有黃女的話 可以把隊長替換成彩劍 怎麼五星成了四星的替補呢 事實上就是因為這次這個四星傷害真的比較高 類似的組隊也有用神速來當隊長的 核心四路就是所有角色都是可以開場滿衝啊 那用神速的一個優點就是 假如說你沒有理黑 神速本身就是自帶80充能的 角色 所以極准PF刮下去之後 這個傷害是比較可觀的 一場的時間通常都是 非常快就可以結束的 類似組法的低配版 也可以直接用弗洛莉塔來當隊長 其他彩劍的牌 你可能可以像畫面上這樣子組 理想情況下就是可以放離黑了 如果沒有離黑的話 就在考慮帶上 其他能夠加攻擊 或者強力彈射傷害的角色就行了 至於聖女的隊伍配置 我一樣也是優先考慮帶了離黑的配置 這樣可以幫助隊伍比較快的打入 break down 的狀態 如果沒有半劍 就換另一個可以給聖女 加到傷害的武器就行了 那其他像是之前的光彈雙c配置 但因為這個boss夠大 所以可以不用鎖頭的角色 然後還有帶上光炮的 比較偏射擊PF的這種配置 可能就是沒有開場滿充的情況下 一些可能也可以參考的組法 至於光彈的組法 可以直接參考前面的聖女 如果你是角色武器 吹的比較多的話 也可以像畫面上這樣子組 就不用到任何超級武器或者半強 也可以打過這一次的boss 至於光fever的隊伍 當然也是可以打過這個關卡的 但是不會特別推薦你使用光fever 因為光fever往來打的就不是特別快 最後就是這次大型副本 跟前面妖怪圖劍一樣 會有單人的超級超級佳 那前面你拿去弓鬥使用的隊伍 基本上拿去打超級超級佳 應該也是可以打過的 如果真的生存有壓力的話 再考慮帶上光王子 或者燈奶之類的角色就行了 好啦那光彩摩天龍復刻的副本 我們就先聊到這邊 因為這一次的活動復刻 副本是以前出過的活動嗎 所以我以前有簡單講過 而且這個難度 因為以現在的環境而言 已經算是變得蠻簡單的啊 所以組隊方面 應該也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那踢罐的話 也是前面幾個PF隊 就可以直接踢過去 10秒鐘左右就可以打過了 所以關於這些內容 我這次就比較快的帶過去 希望這部影片對你有幫助 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千萬不要忘記按讚訂閱我 我是達爾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哦 大家拜拜